是什么让这个男人 竟然不顾一切去护着 遭全村人围攻的女人 原来这个女人刚死了男人 下葬这一天却打扮得比平时都要漂亮 没有一点悲痛之心 时光回到几年前 封闭的大山里突发了一场意外 这个女人叫红霞 是书香门帝的小姐 中秋佳节的一天晚上 红霞在人群中被人贩子拐走 卖给了这个男人蜡红做媳妇 蜡红担心红霞出去乱说话 竟狠狠割下了红霞的舌头 从那以后 红霞就彻底成了个哑巴女孩 还为蜡红生了一对儿女 这天 蜡红带着一个篮子 准备前往树林踩点山楂 这个男人叫韩冲 为了讨好对面的寡妇 每天都会在深山中 埋榨要来补些野味给寡妇吃 没过多久 山里就传来雷管炸了的声音 山上的韩冲听到雷管炸了 以为又有欢子吃了 可随后远处传来的是男人的惨叫 脸色一变 知道坏事了 韩冲赶紧来到山楂树下 蜡红已经奄奄一息 颤抖的手掌 还抓着两枚山楂 红霞将女儿拉了过来 看到这种场景 他丝毫没有半点同情和悲伤 等村中有威望的六老爷赶来了 他看了一眼蜡红的情景 用手把了麦摸了摸呼吸 然后转过头对红霞说 闺女 人没了 红霞抱着女儿待在了一旁 眼泪止不住往外流 然后发了疯似的 把大家赶到了外面 用一张被子盖住了蜡红 这边六老爷和村民在商量 看看能不能赔钱了事 第二天 村里人为蜡红举办了简单的葬礼 红霞在坟前哭得十分伤心 想到已经摆脱了这几年的痛苦岁月 村民以为红霞心里苦得舍不得蜡红 后事处理完之后 寒冲的事却没了结 光头带着村民 开始商讨有关赔偿的事情 寒冲闸欢子炸死了红霞的男人 虽然不是故意的 但毕竟还是要给红霞一家一个交代 既然是赔偿 就得立个自举 可令人意外的是 红霞竟在纸条上写下了不要 大伙相当纳闷 最后只能暂时 以红霞受打击过重 精神失常为由 决定先由韩冲负责照顾他们娘三的生活起居 早上 韩冲带着水果蔬菜 来到红霞家里 发现 红霞吃的馒头 早就已经发霉了 这哪是人吃的东西 于是 全部拿出去倒了 拿起斧子匹柴 红霞走了出来 韩冲突然觉得 这个女人竟如此美丽 韩冲将红霞住的驴棚重新装修 还送了家具 以前脏乱的驴棚变得干干净净 韩冲也经常来跟母女说话 还做了小玩具给小女儿 庄稼熟了 红霞跟着韩冲 来到玉米地里 走着走着 于是 紧紧抱住了韩冲 回去之后 韩冲 看见他的手都瘀青了 便拿出药膏 亲自给他抹上 两人情不自禁地低下了头 就这样 两人逐渐有了感情 可是好景不长 光头得知公安正到处走访调查 从事过拐卖人口 且身兼并暗的逃犯 辣红这人正事 于是找到 六老爷一商量极了 如果警察找到 韩冲诈死人的事 是必包不住 于是为了全村的名誉 他们一致 决定要赶走红霞一家 也就有了影片 开始的那一幕 就在韩冲与村民们闹得不可开交时 远处却传来了警笛声 众人一看是警车 纷纷到村口张望 结果 竟是 韩冲 他爹带公安来的 他亲自报了警来抓他 想让儿子能够坦坦荡荡 承担责任 可红霞却舍不得韩冲 但为了让红霞留下 韩冲必须认罪 就这样 在两人忍痛吻别后 韩冲被公安靠走了 然后 来到山楂林河时情况 却远远看见红霞站在树林里 纸上清晰地写着几个大字 韩冲看到后 发疯似地冲了过去 抢过纸条一把 塞进嘴里 还问他 干嘛要这样做 红霞将所有的一切 写在了纸上 那天 他看见韩冲在山楂树下埋了雷管 于是让女儿把山楂给了蜡红 还要求蜡红 去把果子摘回来 于是便前去摘山楂 所以才会被炸死 认完罪的红霞 将女儿托付给韩冲爹 公安接过纸条 当即将红霞靠走 被锁在警车内的韩冲 十分激动 看着红霞坐上警车离开 他疯狂地追赶 可没有追上 也再也没有见过红霞 该篇讲述了 一个自由被拐卖的女人的坎坷经历 在恶毒丈夫的逼迫和打骂下 被变成哑巴 最终走上杀人的道路 影片到此结束 喜欢的点个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